只为了区区两三坪就不放给我钱 我整个六千万都屌底啊 那这怎么办呢 那么现在土地又大涨 大涨我如果能够解约来卖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可以多赚 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 非常常见的买卖纠纷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甲呢 它把它的土地卖给 那么两百坪呢 卖了六千万 那它卖给它了以后呢 我们通常这个乙啊 会去要求过户 然后呢 它会去银行贷款 那对甲的这个宝藏呢 过户过去的时候呢 这个部分的话 钱会放在这个旅宝这边 那各位呢 这个当初呢 甲要卖土地的时候 其实它在那个土地的现况说明书里面呢 就已经有勾说土地有没有被第三人占有 它就已经有勾了 那大概被占到二到三坪左右啦 那它已经有勾了 但是它在打合约的时候 并没有对这个甲乙约定 并没有去约定这个部分 那或许仲介也没有跟乙讲 结果呢 我们过户给他的 他去贷款了以后呢 这个乙呢 就把六千万呢 放到这个旅宝里面来 那放到旅宝里面来了以后呢 他这个乙啦 他会去见戒 那一见戒了以后 他又他就说 哦 你这个地被隔壁占了大概两到三坪 所以呢 他一见戒出来 发现地被第三人占有 马上这个卖方乙就找律师 发律师函给贾说 你这个土地被人家占有 所以我的旅宝呢 不可以领钱 通知旅宝公司呢 你不可以放行给钱出去 然后呢 就要求这个甲呢 应该要把土地交还 在土地交还之前呢 我不会给你钱的 但是这个乙不给钱 那你土地在你名下 他可不可以拿去用 他也还是给他拿去申请建造呢 但在这种状况底下 这个甲呢 整个人都懵了 他讲说 我土地都已经过还给你 也设定银行抵押 那你现在竟然说 只为了区区两三坪 就不放给我钱 我整个六千万都掉在那 那这怎么办呢 所以各位我们第一个来看 甲应该如何处理 这个是在我们实物上 非常重要的情况 那各位呢 现在它的难度在哪里呢 甲应该要去 就是说这个我们卖出去的地呢 被占用 被丙占用了 那各位呢 我现在问 甲可以去告丙 说财务还地吗 第一个 甲已经没有所有权了 所以呢 他已经不可以再以所有权人的地位 用民法七百六十七条 去告人家财务还地呢 因为真正现在有能力告的人 应该是乙啊 但呢我们叫乙出来告 乙说 地是我的我去告别人的 告邻居 我将来还要在那里盖房子 我是建商呢 你叫我土地不要卖哦 所以各位呢 他们不会乙是不会自己出名来告 他只会叼你卖方呢 所以你要去告 那问题我没办法告 另外你真的能够告的话呢 你一告这个财务还地 快者一两年慢者两三年 你也要告完了 申请强制执行了以后 土地都完整了 这个时候你配合他 这个时候你是两三年后 才能够拿到这个土地 所以这种情形会造成买卖纠纷里面 非常严重的这个部分 他的利益就不平衡 所以呢各位 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 在这种状况底下呢 这个卖方呢 这个甲应该如何处理 第一 他应该跟写纯正信函 去给这个乙 或是律师函 告诉乙说呢 我们呢 这个是两百平的土地 那么呢 你呢 只有二到三平呢 被占用 所以呢 不可以全部啊 不付钱 那么呢 你只能行使民法264条 你要行使同时旅行抗变的时候呢 你只能要相当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两百平 六千万 那么呢 现在只有两到三平的 这个部分的钱 所以一平 假设是三十万嘛 两百平 那么是六千万 一平是三十万 如果是三平 所以这三平 三十万乘以三平 就是九十万 最多就是让你呢 先暂时不付一百万 其他的五千九百万 你应该要付款 你应该要付款 如果你不付款 因为你辞延付款 要按日依照我们的合约 按日计划 未付款项 也就是用五千九百万 去乘以 看合约怎么约定 有时候是万分之一 或是千分之零点五 用这样子按日计划 也就是辞延付款 那他呢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要这样子 去跟我们的买方讲说 你不可以全部不付款 你全部不付款的时候 我会告你辞延 那么你除了要付我 这个相当的 这个五千九百万之外 你还要被按日计罚 这个行刑 第二个 因为我们呢 是要点交土地的 那么各位呢 这个点交土地啊 宜 他会拒绝点交 他说呢 你去把第三人 那个占用的地方 那个房子 或是他们的篱拔围墙拆了之后呢 你才来点交给我 所以在你还没有拆好之前呢 我拒绝点交 各位 像这种情形的时候呢 他以拒绝点交 我们假呢 就要写纯正信函去给他说 这一种情形 我们约定 假设是在113年的4月30号 我们要付款 要点交了 结果你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拒绝点交 这个时候你是辞严的 我定你7日内 你应该要来点交 如果你7日后 你预期不点交 这个很多人不会处理 预期不点交的话 我就依照民法241条 抛弃这个土地的占有 以代替交付 我算点交给你了 我点交给你的 你当然就不可以再行使民法264条的同时旅行抗辩 那你的抗辩你被占两三平 你呢 竟然6000多万都不付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呢 失去比例原则 你的同时旅行抗辩不相当 将来到法院去告的时候呢 法院会判决说 你最多只能保留 差不多是100万左右 其他的这个部分呢 你应该付给人家 你应付未付 而人家又已经抛弃占有 以代交付了 这种情形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付慈严的责任 各位 另外一个 第三个 如果土地大涨 你卖得太便宜的时候 最好买方啊 跟你主张这个样子 你如果是土地大涨的时候 如果他不付款 各位 我们已经写 纯正信函 雪丽丝寒跟他讲了 那么现在土地又大涨 大涨 我如果能够解约来卖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可以多赚呢 所以我必须就要想办法 把这个合约给解除 因此我们催告他了以后呢 纯正信函 第一份催告他说 在文道后7日内呢 你必须把尾款解清 那么最多你只能扣100万 他呢 一般的人呢 各位这个买方呢 一般呢 如果没有去问过律师 或是那个律师呢 没有很强的时候 他就讲说 那我们就可以不付款啊 因为他有瑕疵啊 但是他不晓得说 这里面要相当 所以他这种情形 他会不付款 那我就再写 纯正信函 再命他7日内 说我当时已经限期 你命你几户 你一期不几户 你已经辞联 我在限于7日内应该要再付款 若再不付款的时候呢 我就会解约 所以各位呢 我们就用纯正信函 第三呢 我们就去解约 或是呢 用起诉状的送达呢 代替解约的意思表示 这个时候 契约解除了 各位 契约解除了 这一种情形的时候呢 变成 旅宝的6000万 你拿回去了 但是土地 你要还我 那你要还我的土地 上面有抵押权 你呢 必须要对我负损害 赔偿之责 所以各位呢 我们通常 法律并不鼓励解约 法律鼓励去减价 法律鼓励去把合约呢 弄成 所以各位呢 解约 通常你词言被解约的时候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 所以各位呢 我们要小心 这里面不可以因小失大 那各位呢 同样的状况 刚刚是卖方应如何处理 各位现在是买方 也就是乙方呢 应如何处理 各位 我们呢 跟人家买的地 后来去见戒了以后 这个是我们实际上不OK的 就是说呢 我们要卖地的人 应该要先去见 见完了以后呢 知道我们这种情形 才来跟人家做买卖 但是各位呢 我们现在呢 仲介啦 我们的卖方啦 都没有这样的素养 所以呢 他就是说把土地卖了以后 一直都过户给人家了 就由这一个买方再去见戒 那一见出来的时候 就没办法处理 导致于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呢 这种情形 我们买方呢 已经过户过来了 也是拿去银行贷款了 后来在见戒付账的时候 才发现说 哦 我们的名下的土地 被人家占有这个部分 那各位 这种情形的时候 你针对卖方的时候呢 你以针对甲呢 你要去跟他主张说 这一个买卖价是六千万 那么我见戒出来的以后 发现有三平呢 是被占有的状况 所以呢 请你催告他呢 必须要把这个东西 你要把这个土地呢 去拆屋 把这个地还给我们 各位 那这种情形的时候呢 其实讲这个话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吊诡 各位 因为这个土地的所有权 已经是在你乙名下 真正有能力去告的是乙 并不可能是假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你会跟假吹告 说你赶快去处理 去处理这三平给我 那么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呢 各位 现在就来了 是全部不付款 六千多万不付款呢 还是只能小部分不付款 各位 只能小部分不付款 三平一平三十万 你大概九十万呢 你不付款 所以各位呢 在履保的时候呢 你应该要放行 你要履保 就是放行给他了 那各位呢 这个将来这个增值 也不过区区就是九十万 大家在增值 这个时候 你并不会构成 迟延几户 对方呢 要把你解约呢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 你的土地是稳的了 现在土地上涨嘛 你买到的 其实这个地呢 应该是OK 你也稳住了 剩下的就是来处理 这个被占用的部分 那如果这个地呢 那如果这个地呢 是大楼地 建商要盖大楼的话 那个是算容积的 这部分影响不大 你又开发呢 就去开发 未来的话是 对对方扣款 或怎么样 大家再来处理 所以各位呢 买地啊 一定要明理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呢 你可以行使 民法264条的 同时旅行抗辩 说呢 你这个地呢 有瑕疵 有不完全几户 所以呢 在这个6000万的部分 我依照比例 来给你扣款 要这样子处理 你才是一个明理的买方 你不要老是就用灰的说 哎呀 我全部不付款 各位 那么被解约了以后呢 就很麻烦 好 各位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呢 这个处理上呢 应该是这样子 各位 再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乙呢 应该可以去告民法767 因为土地已经在我们买方的名下 我们买方去告 那么我们会吹告卖方说你来处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告 用我乙方的名字 但是律师费呢 还有裁判会呢 是应该你卖方要去付 那如果是我乙方的话呢 我买方去付的话 将来我要把这个费用呢 从中把它扣除 抵消掉这个情形 各位 这样才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处理案件的方法 那呢 在这里的时候呢 老师呢 就要来讲 我们在做一个买卖的时候呢 第一个 应该呢 在买卖前呢 你就应该要见借 因为你见借了以后 你就知道说 你要卖出去的东西 有没有被人家占有 各位 那么见借如果没有被占有 那当然没关系 但是发现有被第三人占有了 各位 你要了解 你必须呢 在我们的现况说明书 你委托仲介要卖的时候 他会叫你写现况说明书 那各位 这个说明的义务呢 如果你应说明而未说明 有可能是故意隐匿哦 这会构成诈欺 甚至于说呢 你构成你债务不履行的这个部分 所以各位呢 在现况说明书呢 你就要勾有被第三人占有 那各位 这个现况说明书 在正常的仲介里面呢 是要拿着这个说明书呢 去调查了以后 而且呢 必须仲介要向买方呢 来说明 要让买方签名的 这是第一个 买方签名 各位 这时候买方签名了以后 在那个地方呢 他就是明知道 我们买卖的这一块土地 有被人家占用了 这一个部分 那各位呢 如果有做了这一件事情的话呢 就将来会变成是 明法351条 就是买方呢 明知 这个买卖的物品 有瑕疵 或因重大过失 而不知有瑕疵的时候 各位 我们卖方呢 就免除瑕疵责任 因为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东西 是这样子 所以就会免除这个瑕疵责任 所以各位呢 我们要知道 间接要放在买卖前 我们应该把这个习惯给改过来 不要买卖之后 过户之后 最慢最慢 也要间接要在过户前 各位 那么如果不幸 鉴戒呢 发生在过户之后 那就会发生 刚刚我所讲的那个情况 那么各位呢 如果间接在过户前 这种情形的时候 双方呢 可以用特约 或是补充条款 因为如果你写呢 这个东西 有被第三人占用 那么银行可能贷款会贷不到 所以呢 你就会写补充条款 特别去约定说 第一 我们买方 以名字道 有被第三人占用 我还是愿意买 第二 将来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买方呢 在过户后 他愿意 以买方的名义出来告 以买方的名义出来告 而这个钱呢 告的钱是由我卖方处理 第三 你也可以约定说 在我们的买卖价金里面 这个地方的话 土地也是过户给你 只是要去排除 那么这个排除的话呢 我们在价金里面减价 譬如说这是六千万 那我们减价个五十万 各位 先把这个减价呢 写在这一个部分说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补你五十万 让你将来呢 自行去打官司 跟我卖方就切断 就没有这个争议 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在事前 就把这个地方呢 给解决掉 第三 如果真的发生不幸了 我们呢 已经过户给他了 而呢 这个情形 假设我们去打官司 打了个半天 各位 五千九百万 加上辞严利息 我们收到了 那么法院又判说呢 假设一百万的部分 因为你没有处理给人家 因为当初你都没写 或是说像一般的话 就都没有见解 是事后才发生的 你被人家保留一百万的时候 各位 那这一百万怎么办 你也必须去 告过了对方 让他拆还地 这时候 以方 当然我说 我已经帮你排除这个侵害了 我卖给你的地 没有受任何的影响 所以你才要给我一百万 可是各位 如果你不去告呢 你这一百万 就永远拿不回来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可是各位 你要去告的时候呢 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 你不是所有权人啊 你已经过户给他 所以要用乙的名字去告 那各位 乙就会叼你 说我就是不去告 因为我将来要在那里盖房子 我不能得罪隔壁 所以他就会不愿意去告 各位 这时候双方就会僵住 就会卡住 因此在这种状况底下呢 你必须要怎么做 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用民法二百四十二条 我催告你说呢 你应该用你的名字去告 如果你不去告的话 我就用代位的方式 代位你去告这个病 所以各位 第二个就是说 你事先呢 你可以约定说 将来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已呢 你必须配合我出具名义去告 第三呢 这在法律上有一个争议 也就是说呢 你可否已将呢 你的民法七六七对柄的 这一个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呢 让你给假 用假的名义去告 那么各位呢 我们在实物上认为说呢 物权就是民法七六七呢 这个物权所产生的物上返还请求权 或是物上的排除侵害请求权 这个地方是跟物呢 不可以分离的 但是各位呢 在这一种状况底下呢 双方当事人已经有特约 或是说呢 在这种状况底下的时候 应该要从宽的解释 让这个卖方呢 可以有机会 透过已经过户后的缓缓请求权 让与给他呢 由他呢 去向柄来请求 不然的话呢 好多的事情就将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把上面这一种 实物上常见的买卖土地呢 过户之后呢 才发现呢 土地被第三人占有 而不愿意付款 所产生的纠纷的解决方式呢 整套的来跟各位来报告 所以请各位呢 特别特别注意 在我们做这一种土地买卖的时候呢 要避免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那么呢 以上供各位参考 谢谢